不不不在家,贾静雯修姐凯豆波妞,发现她才是真正的宠妈狂魔。 大家好,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综艺,在最近热播的妈妈是超人这档真人秀中贾静雯一家可谓是备受关注,因为大眼猛娃布布实在是太可爱了,而且情商也很高,让人看了直呼要去组团偷布布。 在贾静雯家布布才是最受关注的一位,那这次布布去幼儿园了,不在家,贾静雯修姐凯波妞三人的生活还会很有趣吗?快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! 这天一大早,修姐凯就带着全家人把布布送到了幼儿园,当老师来了之后,布布很大方的就下车了,并不像一些小朋友闹得很凶不愿意离开妈妈。 布布果然是很乖的小朋友,高高兴兴的就去上学去了,但是不得不吐槽一下贾静雯啊,为什么不给我们的小女神布布的头发给梳一下,乱乱的很影响形象哀。 当布布走了之后,布妞自然就成了宠爱的对象了,之前在节目中也总是能看到贾静雯和修姐凯总是争宠, 让布布,让布布选跟谁是一伙的,让他选中午让谁做饭,而每次几乎都是贾静雯赢。 当布布布走了之后开始跟布妞玩争宠的游戏了,加进文斗布布,看他舍得把手中的饼干给自己吃布,布妞大方的给了妈妈。 游戏一开始,修姐凯看到了布妞的表现后,也不甘示弱的来争宠,告诉布妞自己也想吃,看看布妞的反应。 但是呢,小波妞竟跟没听到一样,并没有做出回应,其实并不是波妞听不懂呢,只是在表示拒绝。 这一举动可是把甲静雯斗得很开心。 不服输的修姐凯在一次尝试争宠,她又一次问小波妞自己也想吃,要不要分一点给她。 这次波妞也心软了,不走心的来了一句好,但是呢,也并没有做出实际行动。 看来修姐凯这个爸爸还是没有妈妈亲呢,无论是大女儿布布还是小女儿波妞都是比较宠爱自己的妈妈,女儿都是小棉袄。 说完之后,波妞有一次主动的喂甲静雯,而甲静雯把她手中最后的饼干给吃完了,波妞先是一愣。 但是随后又很开心的笑了,甜甜的笑容特别可爱,看来波妞也是一个宠妈狂魔。 按理说这么小的小孩,当你把她手中的食物给吃掉后,她要么是会哭要么就是会打人,但是波妞都没有,反而还甜甜的笑了,实在是太暖。 网友纷纷只呼好羡慕幸福的甲静雯啊。 咳呗 咳式声